下次半比赛我绝对不会找他俩任何有跟他俩有关系的裁判 他们就一帮什么 你不是说业余吧 这是五十岛裁判 在秀party对战热级的比赛中 在线判法争议 秀party以两分之差西白 在决胜时刻 薛蒸蒸与韩曙光缠绕在一起被吹走不为力 克染晃倒韩曙光被吹进攻犯规 赛后孙世锐和周凯恒都对其进行点评 并不是说他偏向哪一边 他就是不单纯的不会吹 我们所有流畅的进攻 他都得吹一个 无论是薛蒸与走步还是他进攻犯规 各种犯规 克染他是做什么呢 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辅助手 你知道吧 就是打美式很正常的一个辅助手 就是正常之后突进去说 你要这么吹的话 那我跟你说 美式后卫每个人都进攻犯规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一二迈步了吗 这不是很正常 而且中间不拉人了吗 中间韩如光是不是拉人了 很明显一个拉人 薛蒸与被吹走步之后 是不是砸球了 砸球 一般那个球是稳技术发挥 才怕为什么不敢去 才怕心虚了 年仅15岁的柯染 面对这种高端局丝毫不拒 全场高效砍下11分实助攻 前途不可限量 周凯衡和孙世锐 都对其进行高度评价 然后柯染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给他打个9.9分吧 9.8分吧 因为他面对一个全场紧逼 还能说把事物调整到没那么多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已经太牛逼了 对吧 这进攻端的最后那几个三分球 关键三分球 那个大心脏运球投 对吧 推反击击传的速度 包括面对比他高大的对手 他这个敢打敢打敢拼的能力 包括展现出来的技术能力 对不对 这真是我说实话 真的这小伙子前途太好了